去到昨晚凌晨我们就确诊了5宗个案 有3宗是输入腺个案 5110就是一个73岁的女士 她在尼泊尔9月13号到港 她13至26号都是在酒店那里进行检疫的 她在13号到港和23号第二个样盘 两个都是测试阴城的 她在检疫期间25号就开始有些没什么胃口 但是她就没有告诉我们 没有要求她去看医生 接着27号检疫完毕 就回去了炮台街的亲戚家里住 亲戚就带了她去看医生 就有提过门诊和私家医生 最后就去了急诊室那里 结果就是一个确诊个案 她两位亲戚都是一个初步确诊的个案 5113就是俄罗斯底港的空中工作的人士 她是科技工作的 10月2号到港 5114就是尼泊尔坐这个RA409 9月23号到港的 5112是一个检疫中心送去医院的 是一个接触者之前的一个确诊个案 她是一个同住的家人来的 5111就是一位我们今天未有源头的个案 她就是27岁的一个家庭主妇 她住在这个长宏邨泳楼 主要都是跟家人住 平时都是去一下 青衣长发街市 和在青衣城附近都会走下的 她在前复旗我们主要关心的 就是她9月20号和9月26号 都是同一位新来港的泰国朋友 新式的泰国朋友就有见面 和带他在尖花咀一带走过街 都好像是在海港城那样 那位朋友后来就收去联络 应该是回去了泰国 那也是一个确诊过案 所以我们都跟泰国的卫生当局 就联络了解的情况 可能因为假期都没收到他们的回复 那我们也有请警察和泰国的领事馆帮忙的